而在印尼则是推动迁都计划 17号国庆日首度在新都鲁山塔拉举行国庆大典 同步在亚加达举行相关典礼 而总统佐科威即将在今年的10月份 交棒给新任总统普拉伯沃 当初为了降低亚加达人口负担 还有长远发展的利益 于是宣布迁都计划 但是国庆日这一天 新首都的工程仍然进度落后 还因此让受邀出席的嘉宾人数大缩减 前渡计划进度落后的印尼 至少在国庆这一天 为未来的新首都炒热气氛 大阵仗的传统歌舞表演不能少 在还在新建中的总统府和政府办公大楼前 战机特计飞行也没让宾客失望 只不过算一算 在新首都努山塔拉的国庆大典 原本要邀请八千多名嘉宾 受到工程研道 住宿空间不足的影响 最后大大缩减到一千三百多人 即将在今年10月卸任的佐科威 连同准总统普拉伯沃 主持在努山塔拉的典礼 而同时间在亚加达的国庆仪式 则由现任及准副总统领导出席 79周年独立纪念日 首次跨双城同步举办 也首次让外界对印尼新都的未来 有部分期待 日前才在亚加达发表最后一次国庆资文 佐科威任内国会早在2022年就批准迁都法案 但斥资320亿美元的迁都建设案 工程研道和资金缺口评传 在热带丛林中大兴土木 也招来环保人士及原住民团体的批评 人口超过一千万的亚加达 因为海平面上升和超抽地下水 面临下沉危机 印尼建立新首都 期盼借此平衡区域发展 但过渡期可怕远比官方预料的还要漫长 张力的兵役 我们下期见 ! 亚加达发给 heter你 亚加达发 sher Kollegen 去 行